第十一题 井堂其遇 耶稣在耶路撒冷过了余月节后 就和他的门徒起身回到加利利去 在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最短的路程 就是要经过撒玛利亚 但是有许多犹太人宁愿绕路而过 以免和那些令他们憎恨的撒玛利亚人接触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仇恨 是在公元前七百年前就开手了 那时候以色列北部的几个支派 大半被亚述人俘虏了 离开他们的本国就不再回来 剩下的人就和亚述所移入的外族人通分 撒玛利亚人就是这种混合的人的后代 犹太人根本不承认他们是以色列人 也不准他们踏入耶路撒冷的圣殿 他们之间尽可能避免给此间的一切来往 在必要时虽然仍然可以和撒玛利亚人交易 但是跟他们做社交的来往就一定被禁止的 犹太人决定不会向撒玛利亚人借贪 也不会领受他们的优待 就算是一口食物一杯凉水 他们都不会接受的 但是耶稣呢 并没有这种种族的偏见 他带着门徒穿过撒玛利亚的福地 那天天气很热 旅途又长 到了中午的时候 他就来到一个叫做最佳的小镇 就在雅各井所在的地方 耶稣就坐在井旁 又饥又渴,疲备不恰 他的门徒就到城里面去买食物 耶稣很想喝一些凉水 虽然清凉的水井就在他的眼前 但是可望而不可得 因为他没有打水的器皿 只好等待有人来打水才可以 问他拿水来喝 没几天后 有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了 他似乎不理会有人在旁边 就把水罐打满了水 所以当他正要转身要走的时候 耶稣就向他要一些水来喝 本来这种请求 没有一个东方的人会拒绝的 但是猶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既然有仇恨 就阻止了这个女人自动为耶稣做一件好事 天上的君王竟然来到这个被人轻视的女人的面前 向他求施捨一些水来给他解渴 海洋是他做的 深渊的水是他所管的 地上的泉源河流都是他开的 现在竟然连一口水都要向一个麦山人来索取 那个女人看出耶稣是犹太人 就说你既然是犹太人 为什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婦人要水喝呢 耶稣回答 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事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就早求他 他必早给你活水了 那个女人不懂耶稣 他感觉到其中一定有很重要的意思 于是他的态度改变了 他以为耶稣所说的活水就是指着眼前所见的这个井 他就说先生 你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 你又在哪里可以得到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个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也都喝过这个井里面的水 难道你比他更大吗 他所看见在他面前的只是一个旅途劳顿 风尘满面干渴的一个行人 在他的心里面 将耶稣和那个极受尊敬的先祖亚各来相比 他以为没有别的井 能够像祖先所留下的这个井 一样 他回想到他的列祖都尖望尼赛亚的来临 现在他的列祖所希望见到的尼赛亚本人 就在他面前 而他竟然间不知道 使得好像这样的人 今天在世界上都不知道有多少 明明有活水的船员就放在他们旁边 而他们还到处走去找尋长生不老之药 而白费心机 耶稣并没有立即回答关于自己的问题 他只用最诚恳 而最正重的态度说 凡是喝这个水的还要再喝 人如果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与不喝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直涌到永生 没错 那些到熟世的水源来追求解渴的人 喝了一定再喝 无论什么地方 世人总找不到永远满足的地方 只有一个能够满足人 永远满足的渴望的就是到基督那里来 得到他所赐的神恩 就好像活水一样能够洁净 振作和奋兴人的心灵 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 单喝了一口生命的水 就足以使人受用无辱 其实人如果尝过基督之外的滋味 他就一定会不断的渴望要多多去尝试 而不再追求其他的东西 今世的富贵荣华和安乐 都不足以打动他的心 因为他心中行切的呼求就是要需要救助 因为一切属世的资源依靠都会败落 池超都有枯干的一日 水堂也都会干裂 唯有救赎主是最取之不尽用之不揭的水源 人心中如果有基督居住 他里面就有幸福的泉源 他们可以从这个泉源得到力量和恩惠 足够应付他一生的需要 耶稣一提到活水 那个女人就很稀奇地看着他 耶稣知道已经引起他的兴趣了 可以换起他对他的恩赐那种期望了 他看出耶稣所说的不是瓦角井里面的水 因为他经常用这个井里面的水 喝了又要再喝 喝了照样会喝 于是他就说 他说先生 请你把这个水池给我 叫我不喝了 也不需要再来这里打水 耶稣就趁机把话题改变到他说 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我这里来 这个女人说我没有丈夫 他以为这样说 就可以避免在这方面进一步的团物 但是耶稣接着说 你说你没有丈夫 其实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 并不是你的丈夫来的 这个才是真的 是这样的 夫人一听见这句话 就发振 因为好像有一只神秘的手 正在翻开他一生的历史 将他所想要永远隐藏的秘密 都将他揭露了出来 这位能够动释他生平秘密的客人 使他没办法隐藏 但是他又想規避这个不愉快的题目 于是他就很恭敬地对耶稣说 先说 我看出来才知道 为了要安抚他良心那种自责 于是就把话题转到宗教的题目上去 说我们的祖先在山上敬拜 你们就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他这句话是有典故的 因为撒玛利亚人的先祖 本来是以色列人 从前是被拜偶像的国家所征服 从此就成为这个 和拜偶像的人混杀起来 经过很多年代邪教的风化 就漸漸地沾污了他们的原有的宗教 在以色列的时代 为了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 撒玛利亚人也想和犹太人一同建造 但是遭遇到犹太人的拒绝 于是这两个民族之间就发生了冤疹 撒玛利亚人为了争一口气 就在基利深山上面也建造了一个圣殿 他们在那里依照摩西的移民来敬拜上帝 但是又没有完全的丢气偶像 他们不愿意承认耶路撒冷才是上帝所居住的地方 也不承认犹太人的宗教比他们的宗教更加优越 耶稣回答这个妇人说 你当信我时候要到你们拜父 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耶稣已经表示 他自己并没有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成绩 现在就要想办法打破这个 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的偏见 他一方面指出撒玛利亚人的信仰 已经受了拜偶像习惯的那种腐蝕 一方面又向他提醒 救赎的伟大的真理 的确是曾经交给犹太人 而且尼塞亚也是从他们犹太人当中出来的 使得他不至因为对犹太人的偏见 就连教主都予以拒绝 耶稣而且将这个题目再向前一步讲话 时候要到现在就是了 那个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 要人来敬拜他 上带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在这里耶稣向撒玛利亚的妇人显明一个真理 即是人和天父的交通 不在乎找到一个圣山或者一座圣殿 真宗教不限于外表上的仪式或者礼节 唯有从上帝那里来的宗教才是领人到上帝那里去的宗教 我们侍奉上帝如果要侍奉得对的话 就必须从圣灵而生 唯有这样才可以清洁我们的心 更新我们的灵 而且让我们有新的能力 来认识上帝那种存在以及爱他 这样的宗教才能使我们有甘愿信从他的心思 这样才可以用真正的精神来敬拜他 是由圣灵运行所生的效果来的 每一个诚恳的祈祷都靠圣灵而表现的 故此无论哪里如果有人要寻求上帝那里就有圣灵运行 故此我们必须以心灵和诚实来接受圣灵的引领 这样我们的敬拜 无论在哪个地方都可以定不限于某一定的地点的 这个女人和耶稣讲话到这里 她就深深的受了她的言语所感动 她过去的生活既然已经打开在自己的面前 她就感觉到一种白切的需要 她感到心灵当中有一种饥渴 她对耶稣的身份就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她对耶稣说 我知道你尼塞亚要来 但是来了 必将一切的事情都告诉我们 耶稣就回答说 这个同理讲话的就是她 这个妇人一听见这个话 信心就勃然而撒 这个时候真光照射在她的心里面 生命的水似乎已经在她的心中涌现出来 上帝的灵已经在她的心中里面做功了 这个女人一听了基督的话 心中就充满了喜乐 这个奇妙的启示 她几乎压制了一切 于是她就留下水灌在井旁 赶紧的回到城里面去 把这个好消息传给敌人 她对城里面的人说 你们来看看 有一个人把我 塑尼的行的一切的事都说出来 目非这个就是基督吗 她说打动了众人的心 她的面上显出新的一种表情 她的容貌完全改变 众人都想要见一下这个耶稣 于是就都出城去 拥到耶稣那个地方去 在那个女人未走之前 就在门头买食物回来了 看见耶稣竟然和一个 撒玛利亚人的妇人在谈话 就觉得很稀奇 按照当时的风俗 一位教师是不能够当众 和任何妇女交谈的 何况是一个声名狼藉的 撒玛利亚妇人呢? 但是他们不敢提出疑问 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没有偏见的人 他决不会被任何人所腐化的 反而会将一切和他接触的人 都淨化成为口人 当这个妇人走了之后 门徒就请耶稣来吃他们所买的食物 但是他们只见耶稣坐在那里沉丝抹上 似乎已经忘记了一切的饥饿 肝渴和疲倦 有一种熟天的起立 使他们忘记了肉体一切的需要 门徒仍然关怀他的健康 对耶稣说 拉给 请你吃吧 耶稣回答 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就不明白他的意思 被此低声地问过 难道有人拿了什么给他吃了什么 耶稣听了之后就解释了 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个差我来者的旨意 造成他的肛工 因为他对离开天家所利行的使命有了成就 就增强了他工作的能力 使他超越了肉体的需要 为一个饥渴慕道的人来服务 在他看来是比自己的吃渴更加愉快更加重要 当这个妇人走了之后 耶稣仍然坐在井坊 他举目四望看见田间的庄家一片青绿 反映着金黄色的阳光 他就指着这一片自然的景色 用比喻对门徒说 你们豈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但是我告诉你们 举目向田观看 庄家已经熟透了 可以收割了 他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就将目光转移到很多 在城里面走出来 到瓦角的井坊 要见他人的身上 耶稣向井坊的妇人所说的话 就是杀下真理的种子 他的收获 是多么迅速 什玛利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听见他向他们说的话 就相信了他 他们在井坊双耶稣围住 年年的法文 向他请教 热切地听他解释 很多他们以前所不明白的事 一面听一面心里面的疑问就开始消失 他们觉得 这个短短的一次的谈话 不能够满足他们的真正需要 他们就想要多听 而且也希望他们的亲戚朋友 都可以听到这位神圣的教师的教训 所以他们就请耶稣入城去 随便在他们当中住 耶稣就在撒玛利亚的地方住了两天 相信的人就更加争夺 撒玛利亚人接受了耶稣 得到新的快乐 他们就对那个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了 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个真是救世主 撒玛利亚人相信尼赛亚要来 不但做犹太人的救属主 也要做普世人的救属主 犹太人了解摩西以后的众先知的预言 将基督第二次降临的那种荣耀曲解 作为他第一次降世的那种景象 教主推翻了这些虚假的曲解 拆毁了犹太人和外国人之间的那种隔离的墙 所以他就能够感动这些撒玛利亚人的心 使他们能闯开心门来接受救恩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 有一个短的墙 在外院上面和圣所的其他部分隔开 墙上用各个文字写著 非犹太人不准越过此解 如果有外邦人 胆敢进入内院就是污蔑了圣殿 必须以圣命来抵罪 耶稣以身为圣殿以下其中一切理智的创始者 以同情人类的心吸引外邦人归向自己 并且将犹太人所拒绝的救恩赐给他们 耶稣的门徒仍然在犹太人的偏见影响之下 所以这一次耶稣在撒玛利亚的行动 就是全心要他的门徒破除这种不合理的偏见 他要他们将藐视人的态度化为恋爱 将囚印化为同情 到耶稣升天之后 他们就从这一次的经验看出新的意思来 福音的真光必须传给全世界上一切的人 不单是犹太人 也包括撒玛利亚人和普天下的人 故此早期教会之后 自从五成节受了圣灵之洗 就大大的推展向全天下的人做见证 将真光传变给全世界 教主从前如何将活水赐给撒玛利亚的妇人 今天他仍然做同样的工作 那些自命为跟从耶稣的人 或者仍在藐视或者躲避被遗弃的人 但是耶稣对世人的爱 是绝不以他们的身世各迹 或者生活的环境来转移的 每一个人无论他的罪恶是怎样沉重 生活是怎样的腐败 耶稣都会对他说 你如果求我 我就会早给你活水 每一个喝过这个活水的人 自己就成了生命的泉源 基督的恩典在人心里面 就好像荒莫的金泉一样 涌出水泥 知愿万人 使得一切张耀尘云的人 都会渴望来喝这个生命的水 亲爱的朋友 你也可以来到教主的面前 白白的得到这个生命的水来喝的 让我们一同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世上的人 事上都有心灵 饥渴虚空的时候 我们曾经用各种方法 来解除这种的痛苦 但是都失败了 感谢祢使我们有一位教主 他能够解除我们心灵当中一切的饥渴 他能够满足人一切的欲望 求祢使我们 好像当日那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 不但本身珍惜从教主以来的生命的活水 而能够将这个活水介绍给他的人 使得一切心灵饥渴的人 由于就近教主 就可以得到这个永远解救的满足 奉靠教主基督的明教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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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